各位学员大家好,我是高焕糖高老师,再度感谢您来到我的课堂上 现在我们要来继续我们的主题就是通用性的J口 那这个J口呢,有通用性的,有特殊性的 那我们在上一个小回合当中,有说明过这一个通用性J口呢 有两种,一种是针对Client端的,一种是针对Server端的 我们先看一下上一个小回合的一个例子 就是像这一个J口呢,这是Client,这是Server 然后呢,这里头有一个这个J口 那这个是针对Client端的,也是通用性的J口 那这里有一个I,也是通用性J口 那这一个呢,两个是互相回应的,互相对应的 那有时候呢,两个是一致的 有时候呢,不一定是一致的 这个是留着保留的在这个通用性J口上面的一种变化 因为这里头可以写代码 所以可以把这个J口呢,的参数做一些转变啦,等等的 然后再调用这个J口,所以这两个J口呢,常常是不一样的 但是,你也可以让它是一样的,OK 那这一口就是E咯 这就是T咯 所以这边呢,就是一个EIT的结构 是一个EIT的结构 所以呢,这个看起来很复杂 其实你用EIT的角度去看它 这个只不过是一个EIT的结构咯 那加上这个结构之后呢 这个J口呢,叫特殊性的J口 相对上,这三个叫特殊性的J口 这个叫做通用性的J口 所以我们并没有改变这个特殊性的J口 我们只是加了通用性的J口而已 那通用性的J口的目的呢 是要包容Server的改变 也就是包容这个买主用户呢 的未来决策的改变 未来需求的改变 这个叫做目前决策的未来性 就目前决定要做通用性J口 来包容未来的变化 所以我们现在的来做通用性的J口呢 就是一个叫做 我们目前的决策 既有未来性 待会会来做说明 好,那我们接下来就要帮你做个复习的哦 因为这个通用性的I 刚刚你看到啦 其实就是EIT的I 那EIT的I呢 你就可以想象到EIT马上可以落使用代码 因为EIT是一个代码造型 然后呢 因为它的I是通用性的 它可以保护呢 这个底层模块的变动自由度 因此可以创造出高度的重够的自由度 OK 那了解了这个从EIT 来了解这个通用性的J口 那你就很容易理解啦 接下来之后我们就来运用通用性的J口 来实现这个架构式决策的未来性 因为大家对于目前决策的未来性 并不是很容易理解 那我们透过这个现在来设计通用性的I 那么来包容未来的变化 所以呢 这个动作本身就是一种决策 一种行动 这个行动呢 本来就是创造的未来性 所以我就把这两个结合起来咯 OK 好 那我们现在就来进入我们的主题 我们的主题呢 就是透过这一个EIT 来让你理解通用性的I 是怎么创造的 因为这里头的I 就是我们要创造的对象 这里头的I 其实就是EIT的I OK 现在只是让你更容易去理解它 OK 那这里我们就再回到我们架构设计的两个主要的议题 架构设计呢 要能够信式漏程整代码 就刚刚已经说明了 EIT本身就具备这个条件 因为它就是代码的造型 好 那无论你是抽象的 无论你是通用性的接口 还是特殊性的接口 都是EIT的I 因此呢 即使是通用性的 也很容易漏实成代码 并不是 这个具象的 或者是特殊性的接口 才能漏实成代码 不是通通可以 那么架构设计 就藉由这个通用性的接口 来创造 自己未来架构 重组改变的自由度 因此也支持了 代码的重构的空间 好 我们现在来说明 漏实成代码呢 这只是帮你做复习啦 其实你都已经很清晰了 架构师呢 是以EIT的代码造型来 表达设计 然后呢 把它表述得很清楚 给这个开发者 开发者 他就可以向建筑师呢 用砖块来 收明他的设计 施工者就可以烧砖块 然后呢 像积木一样 把它组合起来 好 那这个EIT造型呢 就成为架构 在设计的时候的一个元素 一个元素 让我们的设计者 开发者都能够从简单的造型当中 组合出复杂的架构 然后组合出复杂的系统 而且信式 信数 落实成代码 成为电脑可执行的 一个系统 一个架构 基于这EIT的造型呢 两者 无论架构师跟开发者 都能够掌握简单 然后来组合出复杂 因此呢 我们就可以把简单的交给用户 然后呢 让他从简单中 叫出复杂的满足感 因为我们大家都能够 透过简单来组合复杂 因此呢 这个用户也能够从简单中 叫出复杂 这样创造出这个 优质的用户体验 那这个是苹果的乔博士 所讲的 如果能够 透过设计 来让用户呢 从简单中 叫出复杂 让用户 享受这种满足感 那么 这叫做 良好的用户体验 好了 那么我们 再来说明 这个重构的自由度 重构的自由度呢 意思就是说 我们要关注未来的 这一个变化 而不是去关注未来 会有什么样的结果 我举一个例子 这一个 开个一个咖啡厅 那么等一下客人来 那我们不要去关心 客人来的时候 他要选择哪一种 而是想象客人 可能有三个客人 每一个客人 有一个要咖啡 一个要果汁 一个要可乐 那么 反正这些都是会变的 那么我们 不要去关心 一直想他要什么 那如果你想象他要咖啡 所以你就拿一个咖啡杯 那么 你如果想到他可乐 你就拿一个罐装的可乐 你如果想说 他要果汁 你可能拿一个 这一个 吸管等等的 或是其他的 这样的一个纸杯 那这些都是 你未来的决策 未来的行动 但是这个不是最理想的 那么我们应该想说 他要可乐 果汁 饮料 干脆给他一个杯子 我们现在 就准备一个杯子 就可以了 所以现在的决策 可以包容未来的变化 这叫做 今天决策的未来性 OK 好 那我们今天 为什么要谈这个事情呢 因为在这里 这个买主呢 他会改变 买主有改变的时候 这T也会改 可乐 果汁 饮料 干脆做一个杯子 所以我们现在 在做通用性的接口 其实是在做一个杯子 然后希望 未来能够容纳 果汁 可乐 咖啡 等等的 那这个是用户的需求 用户的需求 用户的需求 我们就跟着他的改变 他的内容 用户需要咖啡 我们杯子就装咖啡 用户需要果汁 我们杯子就装果汁 用户需要可乐 杯子就装 这个杯子就来装可乐 就这么简单的道理 OK 那这样 就是代表的我们今天 来做通用性的接口 这样的一个决策跟行动 既有未来性 那所以架构是呢 要关注今天决策的未来性 而不是关注未来的决策 OK 然后在这一个 EIT的造型跟架构 主角都是I 这我们都知道了 当我们越关注在这个 未来的决策 就目前决策的未来性的时候 我们就会去想到 要来设计通用性的接口 通用性的接口 来包容T的变化 不然的话 像上面这边来讲 那么你如果只考虑到 未来 他要的是Server 1 所以我们就准备I1 那么如果 他明天的确是Server 1 但是后天变Server 2 那么我们又要准备一个I2 又要准备这个 但是我们都是跟随着 在想象 他未来的行动 我们就跟着未来的行动 做这个 但是我们会忘记 做通用性的接口 OK 我们会忘记做这个 所以呢 我要特别强调就是说 我们要重视的是 包容未来T的变化 所以我们需要有一个通用性的I跟I 来包容未来T的变化 那么这个T呢 可以EIT呢 可以重复的组合 所以呢 我们可以在上一个回合当中 在上一个单元当中 我们也举例 以涂鸦的例子呢 说明了怎么建立多层级的体系 因为上层的EIT 里头的T 可以包容用户需求的变化 这是一种 叫包容改变 这叫做我们的决策 上层EIT 我们创造的通用性的接口 来包容用户需求T的改变 这是来包容未来用户需求的改变 好 那我们如果是两层的EIT的框架 我们还有一层 这一层呢 的T 就两层都有T 这下层的T 用来包容平台的这个变化 因此呢 无论是需求改变 未来无论是平台改变 我们都能够应用通用的接口 把它包容进来 上层的EIT的I 来包容用户需求的改变 下层的EIT的I 用来包容平台的这个供应商 等等的这个模块的改变 因此呢 这就是我们一个好的架构师 会建立出很多层级的EIT 然后让不同层级来包容不同的未来的变化 创造出我们最大的这个决策 我们眼前决策的最高度的未来性 OK 好 那我们现在就来看看 这一个我们的通用性的I的一种设计方法 那么在架构计方面 我们拿EIT就是这个I等等的 我们可以来思考这个设计 也可以来表达这个设计 OK 好 那这个架构是最关键的职责呢 就是这一口I的设计 所以我们可以在这个过去 我们大部分用EIT比较强调的是 来表达这一个这口I 就像唐朝的诗人一样 我们比较强调的就是 无论李白杜福你是怎么想你的诗的 怎么去想你的设计 我们不太管你 那么我们只希望你能够用七眼绝技的共同的形把它表现出来 也就是说过去我们比较重视的叫诗童形 那么现在呢 我们还可以把这个EIT来引导我们做设计 引导我们做设计 所以这是很适合对于像这个初级的架构式来讲 它可以从EIT来引导它去思考设计 而不是只有表现它的设计而已 所以EIT造型呢 可以明确的表达这个设计 但是呢也可以用来引导这一个架构师呢 尤其是初级的架构师 可以在EIT的引导之下来找到这一个隐藏不明的I 或者是引导它去创造新的I 这个我们在上一个单元 在涂鸦的例子当中 我们都展现过这样的一个技巧 一个技巧 好现在我们就要来实际的用这个通用性的接口 来enlame这一个目前决策的未来性咯 好那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这一个买主来之前的需求 跟买主来之后的需求 好那我这边我再回来再帮你做一个辅述的说明 就是很多人认为这一个用户跟买主的差异化 只会表现在开端 这是不对的 这是不合理的 很多这一个用户的需求呢 都会不一样都会表现在server端 例如呢 我们等一下也会举这个例子 当你去做一个游戏机 然后卖给这个澳门的赌场 那你会想象 每一个赌场在开端就是这个下注的那个游戏机的画面 其实只要是21点百加热等等都是一样的 各个赌场都一样的 但是各个赌场背后的服务器都不一样 对不对 所以不同的买主 有的是用Oracle Database 有的是用IBM Database 有的是用Google的云 或者是这百度的云阿里巴巴的云等等的 所以这个server的部分 也是很多用户 是买主的差异化表现在这里 所以我们才要特别的重视EIT 用T来表来包含 用I来包含这一个用户的改变 然后用T来配合他的改变 OK 就是这个道理 所以不要误解说 这个买主来只会表现在I 不是 买主呢 他的最主要的表现 反而是在T 所以 这一个买主来之前表现在G类 买主来之后 买主的一种决策分析球表现在T OK 然后再透过一个接口 把它两个组合起来 两个组合起来 OK 那这个知识点有一个时间上的落差 就是 这是买主来之前 这是买主来之后的这个知识 那这个知识之前也帮你介绍过了 只是在帮你复习 就是买主来之前就知道他要坐在桌子上面吃火锅 但是买主来的之后他才会选他的火锅 然后呢 透过接口把它组合起来 然后再来这个是汽车 所以我刚刚在谈的 原来在谈的是软体 就上面的例子谈的是软体 现在呢 希望你能够透过这个生活当中的例子来体会什么叫做这个通用性的接口 他的目的呢 就是包容这一个买主 未来的变化 是透过T来包容的 不是透过Kine OK 我这里是要特别强调这个 所以典型的 EIT的造型呢 E&I是一起设计的 就是上面 这个是一起设计的 都是属于通用性的意思 所以对于从T的角度来看 E跟I 都是通用性的 E跟I 就是从这个轮胎的角度看 有很多种轮胎 但是都可以配到相同的引擎跟这个接口 所以呢 就轮胎的角度来看 这个E跟I 引擎跟接口 都是通用性的 那么E&I表达了买主的通用性功能 因为T这个轮胎是对应到买主的要求的 这是买主的需求 因为买每一个买主的需求都不一定 所以这个轮胎也会不一样 所以呢 这个T表达了买主的特殊性的需求 所以通用性的接口有两层的意义 一层就是包容需求未来的变化 也就是代表我们现在决策的未来性 再来有一个是限制这个买主的选择范围 你只有合乎这个接口的你的轮胎 你才可以配上来 因此呢 这是例如呢 这个买主决定车子要开到沙滩上面跑 这就是买主的决策 买主的需求 那么我们就配合一个轮胎 胖胖的轮胎来配合它 所以呢 这就是像买主想要喝果汁 我们就拿一个杯子来装果汁 一样 他想喝咖啡 我们就拿一个同样的杯子来装咖啡 所以这边是跟他是搭配的 所以你看 他又想把它开到高速公路上 那你可以看得出来 他要改变喝咖啡了 原来是喝卡乐可乐 现在是喝咖啡了 所以我们就把它变咖啡 有没有 然后杯子是相同 所以他要改变了他的一个 要开到高速公路 我们就换轮胎换梯 但是杯子不换 杯子不换 一样的 他再来 他说我又改变了需求 要去高三 这个时候呢 我们还是一样 I通用性的借口不变 但是配上不同的梯 等于是说他要喝咖啡了啦 那么我们就拿一个原来的杯子装可乐啦 那这样就对了 但是这个时候呢 你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I对于这个T有一种限制 所以EIT的造型也限制了这个买主的范围 也就是借由I来限制T跟A 比如说他想去这个乡村 想去乡村 但是这个乡村只能配这个轮胎 但是对不起 这个轮胎不能配这个借口 因此呢 这个他就不能包容他啦 所以限制了这个EIT造型的用途 就是说透过EIT的造型来限制了这个业主呢 或是买主的选择的空间 选择的空间 OK 刚刚是利用我们的生活面的例子 当你来了解 什么叫做做的通用性的借口 能够来包容未来的变化 那么做通用性的借口 这样的一个设计动作 就是一个有未来性的决策 也就是我们这个目前的行动跟决策 目前的决策跟行动 具有高度的未来性 那我们现在把这一个部分呢 再把它连到我们的其他的领域 那我们可以发现 其实他就只有四个要素 一个E 一个I 一个T 一个A 那这四个要素呢 其实就是在硬件上面 常常看到的 这一个组件 接口 插件 跟配件 所以总共有这四个要素 然后 其实这四个要素呢 就是一 组件 二 接口 三 插件 四 配件 其实就这样子 那我们就可以很容易了解 设计通用性的接口 目的是 要让买主 对于配件 有不同的选择 当他选择不同的配件 我们就给他配上不同的插件 OK 就是这样的一个做法 那我们来看一下 在这个游戏的软件上面 我们也是这样子的一个想法 当游戏手机呢 在手机上面跑 透过接口 加一个插件 就可以连到云的平台 那么如果这个用户呢 想把云的平台换掉 我们只要换插件就好了 这边的游戏 手机的游戏 就不用改变 接口也不变 那么只要改变插件 就可以连到不同的影平台 因此呢 创造了 手机游戏的一个通用性 所以这样手机游戏呢 更适合更多更多的平台 那这个对于手机游戏的厂商 是非常有利的 一样的 除了手机之外 我们也可以把它配到电视机上面 那么电视机上面呢 也提供一个接口 那么它可以连到这个微信的平台 就可以把家里的信息 就是家庭的智能电视 透过这个接口呢 就可以推送到微信的平台 家人的手机都可以随时接到家庭的电视机的一种信息的推送 那比如说家里放一个智能地毯 那么有小偷进来 智能电视就知道了 他就透过这接口推送出来 那么同样的移动平台 今天有微信 有skype 有这个line等等的 随时都可以变化 当它改变的时候 这边插件 换掉就可以了 这边是继续通用的 通用性的 所以呢 这样的一个结构呢 让我们产生的高度的一种变动的自由度 那我们这个高度的变动自由度 是来自于我们目前设计通用性接口的这样的一个决策 以及这样的行动 是具有高度未来性的 所以呢 这个买主呢 在未来可以依据他的需要 来选择这个A 那么每一次的选择 我们就会去改写这个T 改写这个T 那么这边不用变 就可以配上来了 未来的新的买主呢 那么 第一个 I来限定它的选择范围 刚刚有说过了 在它的范围当中 选择适合I的配件 选择了配件之后 我们就会把T改掉 那这个时候用T来衔接到新的A 因此呢 就跟I跟E就结合起来了 因此呢 就可以快速的组装 快速的一种重构 OK 所以架构师设计的通用性的接口 来表现出高度的 来表现出高度的 眼前 决策的一个高度的未来性 那么也就是包容买主 未来决策的改变 这意味着目前架构师的 决策是具有高度未来性的 所以我这里是 藉由通用性接口的设计 然后连接到架构师的 很重要的任务 就是目前决策的未来性 让你可以理解 通用性接口的设计 其实是实践 目前决策的未来性的 一个很重要的手段 那这样 你就可以对于通用性接口 有更深刻的了解 它的哲学 留给它的商业意义 那么EIT造型 在这里扮演的 很重要的角色 因为这个通用性接口的I 就是EIT造型的I 它能够创造 整体系统的高度的未来性 OK 谢谢